在酒店的时候我遇到不同国家的人 而且知道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我会很高兴地说 看见韩国人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地 问他们 日本人 那么我就应 西班牙人应 画面中正向记者展示五国问候宇的72岁老人 名为陆祝恒 是湖南长沙一酒店的迎兵员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大门童 从业近20年 陆祝恒凭借优质的服务温暖的笑容 成为酒店的活招牌 不仅收获众多客人满意的评价 还成为了酒店服务行业的标杆人物 陆祝恒告诉记者 他原本是一名冶炼工人 2002年下岗时已经50多岁 机缘巧合下 他来到长沙某酒店担任原义工 因为年纪较大 曾申请转岗做保洁遭到拒绝 但他仍不气馁 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近一年后 陆祝恒吃苦耐劳的性格和真诚的笑容 引起了酒店经理的注意 特批他成为门童 陆祝恒随即开启了一段崭新的职业生涯 陆祝恒介绍 因为营兵员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立 一开始许多人对他并不看好 但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不仅每天对着镜子 一遍遍练习站立开车门 推行李车等标准姿势 还学会了五国基本问候语 对客人时刻保持热情洋溢的微笑 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因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 多年来陆祝恒受邀辗转中国各地酒店 先后被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 和国际金钥匙组织荣誉门同称号 很多酒店也邀请我去做一个分享会 特别在上海 北京 广州 一些比较大的酒店请我去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特别像我们这下岗工人卷寒的 进于这个酒店可能为售很少的 基本上可能说是没有的 这是我的自信吧 陆祝恒告诉记者 岗位是自己的生命线 每天能带着美好的心情 以优雅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 他感到十分幸运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门童这份工作他也会一直干下去 我能为来往的宾客到酒店 有一种回家的感受 卓取自己的力量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一样的 让人家看见我这个虽然年纪大了 我这个螺丝钉的生命远远在发光发亮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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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